澳大利亚九大贸易出口国 中国占比38% 却为何一直跟最大的金主过不去 澳大利亚虽然孤出大洋洲 远离大陆板块 但近期一直积极参与国际世界 活跃程度一度超越了原先的宗主国英国 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2019年 人均GDP约55000美元 连续多年超越英法德 加拿大 日本等国 澳大利亚国土面积 使印度的两倍还要多 畜牧业 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被称为坐在矿车 骑在阳背上的国家 是全球市场上重要的贸易出口国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看 澳大利亚九大贸易出口国 第九名 马来西亚 贸易出口额62亿美元 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地理位置很近 两国的贸易主要为服务业和大宗商品 经济互补性也很强 澳大利亚出口到马来西亚的主要包括铜矿 煤炭资源以及旅游文化教育产业 马奥两国在2012年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后 马来西亚逐步降低从澳大利亚进口商品的关税 到2020年已覆盖99%的商品 第八名 新西兰 贸易出口额71亿美元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都属于君主立宪制国家 官方语言为英语 两国都以英国后裔为主 双方共同的特点也导致两国关系颇为密切 新西兰由于就业市场较少 很多年轻人会选择到澳大利亚工作 和中国相比呢 澳大利亚对新西兰的贸易 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难道2018年时啊 中国还是超过了澳大利亚 成为新西兰第一大贸易国 第七名 新加坡 贸易出口额83亿美元 新加坡经济发达 为了进一步扩大和新加坡的合作 澳大利亚计划耗资200亿美元 建造高压海底电缆 向新加坡出口电能 如果过程顺利啊 2027年将实现商业运营 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今年呢 还签署了数字经济协议 旨在降低两国的数字贸易壁垒 数字经济协议的签订 使两国的出口贸易更容易开展 项目呢 包括电子支付标准 农产品出口 电子认证 知识产权保护的 第六名 印度 贸易出口额98亿美元 印度和澳大利亚今年 已由战略伙伴关系 上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意味着印澳两国不仅经济领域合作紧密 军事和防务方面呢 也会加大合作 印度虽然国土面积较大 人口众多 但因其工业能力较弱呀 对澳大利亚出口的矿产商品需求不大 所以两国的贸易额呢 并没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五名 美国 贸易出口额103亿美元 美国农业资源丰富 矿产储量啊 比澳大利亚还多 因此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不是很感兴趣 美国的工业领域和军事领域也很发达 像澳大利亚出口电子设备 航空产品 工业设备等 由于澳大利亚向美国出口的少 进口的多 美国呀成为了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逆差国 2019年 贸易逆差额达到147亿美元 第四名 英国 贸易出口额105亿美元 英国市场中销售的葡萄酒 有五分之一来自澳大利亚 英国脱离欧盟后 澳大利亚便积极寻求 与英国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今年六月份 已进行首次会摊 随着我国能源转型 积极发展风能 太阳能 潮汐能等产业 未来呀 对澳大利亚煤炭 石油需求量的减少 已成为趋势 因此 澳大利亚也在寻找更多的国家 来弥补这一缺失 第三名 韩国 贸易出口额176亿美元 韩国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经济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 其半导体 电子 汽车等产业需要大量的原材料 进口产品呢 便集中在原油 石化产品 农产品等 由澳大利亚富含这些资源 两国在2013年便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 中日两国和韩国一样 对能源产品的需求都非常大 这也导致中日韩三国既是澳大利亚排名前三的出口国 也是澳大利亚排名前三的贸易顺差国 第二名 日本 贸易出口额396亿美元 日本和澳大利亚在经济上都依赖对外贸易 而日澳两国的经济却是互补的 岛国的最大特点是资源紧缺 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其资源更是极度依赖进口 日本和美国一样 大力向澳大利亚出口科技产品 但日本巨大的能源需求 却是美国不能相比的 因此 其既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出口国 也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顺差国 第一名 中国 贸易出口额1034亿美元 中国在澳大利亚贸易排行榜上 占据多项第一 第一大进口国 第一大出口国 第一大贸易顺差国 两国的贸易金额远超其他国家 中国作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出口国 占其总出口额的38% 澳大利亚向中国主要出口矿产品 贵金属及肉类产品 从中国进口机电 红制品 玩具 化妆产品等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重要性就低了很多 其在中国进口国中仅排名第六 出口国呢 还没排进前十 澳大利亚人口只有2500万左右 军队人数不到六万 面对这样一份大家业 再看看自己捉襟见肘的军队人数 由内而外的就缺乏安全感 为什么澳大利亚不扩充军队呢 其实啊 这个规模对于澳大利亚总人数来说 已经很大了 换算成比例 比我国还要高 因此 只能寻求一个强大国家的保护 找了半天 最终发现 美国符合他一切的幻想 于是奋不顾身 铺进了美国的怀抱 有得到 也就需要付出 为了这种依附关系 牢不可破 对于美国的召唤呢 澳大利亚基本上属于是言听计从 最近几年 澳大利亚遇到几十年来最大的烦心事 军事上高度依赖美国 经济上呢 中国是自己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他跟随美国 就必须经常做损害自己大金主的事 澳国就这样 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究竟该如何选择 还得看其国家管理人员 是否有聪明才智了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关注 资讯很简单